台鐵一輛型列車EMU3000 是停封在北區機物段的時候 被民眾噴漆塗鴉 台鐵在凌晨發現之後 就立刻報警處理 不過因為機物段是二十四小時 都有人員駐守的 所以民眾到底是如何的闖入 目前鐵路警察是會 同轄區遠景展開追查 這也是國內第一起EMU3000 被塗鴉的個案 鐵警就指出破壞鐵路設備 最高可處七年徒刑 純白車身的EMU3000型列車 車廂前半段被噴上卡通圖樣 配上橘底紅字 後段則是淺藍色字母 台鐵員工清晨在樹林吊車場 發現停放列車居然被塗鴉 立刻透過工作群組回報 台鐵也報警處理 以毀壞非法方法等方式 危害鐵路重要機構設施設備 得署一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並科新臺幣一千萬以下罰金 現由鐵路警察局 蒐集相關市政積極正班中 鐵路警察貨報 會動轄區遠景前往財政 因回損鐵路設備 已經違反鐵路法 將循線追查 調閱監視器找人 由於樹林吊車場24小時 門口都有人駐守 嫌犯是否可能在車站末站 沒有輕車而搭車進吊車場 也還要釐清 物度優偶 社群平台也出現一段 一名男子以雙手推擠曲間車 進行後空翻跑跳 鐵警也調閱監視器 追人當中 鐵路法雖然有相關規定 可是其實你說細則 它並沒有定得很明確 台鐵局 它其實可以用一些 比較包含性的這些規則去處理 然後真的要開罰 如果你不開罰的話 其實根本就不會有嚇阻性 工會呼籲 對於破壞設備的失序行為 台鐵應該就責到底 維護鐵路安全 也避免產生模仿效應 台鐵回應 在警方搜證完成之後 將禁速除掉噴漆 恢復列車原貌 事件造成複救和營運損失 將依法追究責任 並且求償 記者 學家抽付在SNG小組新北市報導